如果說常常逛超市 結帳的時候應該會遇到媽媽級的收銀員 疫情時代拼經濟 電商平台就逆施開出了六萬塊的起薪 要搶的是媽媽級的人才 而兩大連鎖通路商也開出直缺了 歡迎二度就業的婦女來應徵 形成在疫情之後 女力媽媽族變搶手的特殊情況 甜美笑容在鏡頭前自信修新品 展現十足親和力 雪莉是兩個孩子的媽 隔了七年重回職場 負責財務部分 還意外找到第二專長 可以有時候出去外拍 或者是很了解公司的產品 然後用自身的經驗 然後介紹給觀眾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很樂在其中的工作 電話電腦訊息不斷 EVA也離開職場十二年 重回最熟悉的客服領域 除了找回成就感 薪資更是誘人 有經驗者起薪 五到六萬起跳 朋友空才傾向嚴重 那媽媽有那種空窗失落感 然後剛好就想說有一個工作 然後也剛好可以有一個接軌 進入社會 疫情轎居全台放無薪假 人數不斷飆高 但電商平台卻是逆勢真財 喊出節目製作月薪六萬起跳 如果是媽媽更好 生越多越加分 滿一年還有八萬的生育禮金 就是看準媽媽族群 刻苦耐勞 有耐心 更善於時間管理的特性 那家電類來說他們最常去使用的對象就是媽媽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如果我們的員工他本身是媽媽的話 他會更了解媽媽在使用商品的時候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邊結帳邊互相問候 全聯前胎媽媽展現十足親和力 還會和客人交換食譜 結帳補貨包裝甚至是麵包製作 通通難不倒 愛買裡頭這群媽媽級員工 對通路來說 一做就是數年起跳的穩定度也很重要 一來是他們的工作比較穩定 然後再來也比較細心 大概兩成左右 大部分都是在前線賣場的服務人員 後疫情時代拼經濟 媽媽部隊們蓄勢待發 戰鬥力十足 東森台電新聞 我們配為揚昭台北採訪報導